那過去呢 我們的課程 已經分析過好幾個金釵 那秦可卿的這個金釵 又是獨一無二的一個 所以你真的覺得曹瑋琴非常了不起 他真的可以把每一個人 不但寫的那樣的生動活色生香 他竟然又可以把每一個人的獨特性 都那麼鮮明 而彼此區隔絕對不會混淆 所以呢 秦可卿真的是一個獨特的範本 這個範本呢 是這樣的極端的矛盾 於統一的這個單一個體身上 那所以呢 下面我們就要來跟各位呈現 他最為我們一般讀者 津津樂道的另一面 因為讀者都喜歡八卦嘛 對不對 那八卦就有一點心山色 那就更有他的傳播能力 那我們就來好好分析 秦可卿的這一面 會不會我們也有很多的誤會 那或者是我們雖然沒有誤會 但是對他的這一面 我們是不是掌握的還是不夠竊當 那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再進一步來呈現給大家的 所以說 可卿這位奇家的能才 極重美之常於一生 但是他同時是促進末世的敗家之源 矛盾並存 這真的是世事吊詭啊 人性複雜到不可思議 可是又如此真實 曹也行就是在把握人性的這麼奧妙的一面 那這一面呢就像剛剛所說的 秦可卿確確實實透過他房間的那一幅 所謂的海棠春睡圖 其實確實暗示了 也象徵了秦可卿性格中隱秘的 而最後呢卻帶來毀滅性的殺傷力的那一面 就是秦可卿確實如同他天上的那個分身 也就是姦美 他們都是愛玉女神 所以天上的姦美跟人間的可卿 他們在象徵上面有兩個地方彼此呼應 各位可以整合一下吧 第一個是不是美貌部分對不對 他們的外貌確實都是姦美 第二個就是他們都是愛玉女神 都是跟那個這個身體的那一種 這個色慾的那個本能的部分有關 但是他們確實還是不同的兩個人 只是在象徵上面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共通處 那麼當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秦可卿的這個亂倫 我們大家如此之熟悉 所以啊沒看過《紅樓夢》的同學 或者是一些讀者 只要提到爬灰他們都知道 就是因為很奇妙 人性好像特別會被這些陰暗的 或者是猥褻的那一面所吸引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跟大家說明 爬灰這個詞 為什麼就是跟亂倫有關 這個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興起過疑問 我們等一下會提出一個解釋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就是說 那這位愛玉女神是誕生 或者是活動於寧國府 那麼她作為這樣子的一個獨特的女性 跟她所在的這個環境有沒有若干的關聯 這個是我也希望跟各位分享的 曹也芹很厲害 她告訴我們 人當然有與生俱來的天賦 可是這個天賦要具體的成型 跟實際的有各種各樣的表現 一定跟她後天的環境息息相關 後天的環境不但會塑造你的個性 同時呢 它也會激發你個性中的某一個部分加以放大 所以人你的所有的一切包含你的性格 包含你的種種表現 都跟你的現在的環境是密不可分 所以下面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秦可欣這樣的一個帶來敗家的 這種殺傷力的這樣一位女性 那她為什麼會去擴大或放縱這一面 那跟她所在的這個寧國府是密不可分 那麼在榮國府恐怕同樣的秦可欣 就不至於會產生這樣一個可怕的後果 所以這一點我要提醒大家特別特別的注意 所以首先請大家來看一下 寧國府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寧國府的這個剛祭敗壞 可以說呢是構成整個賈家精神腐爛的一個源頭 那這一點呢我們當然大家都有了共識 可是賈府的剛祭敗壞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呈現呢 很多人只會以為就是什麼賈征有沒有 賈征不是就是一味高樂不了 然後呢就把整個這個寧國府翻過來也沒有人管有沒有 然後他真的是非常的好色濫淫對不對 大家總會在這個地方多做發揮 可是我們真的忽略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法際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維繫人性於不罪的一個重要的力量 那所以一味的反道德反禮教 這恐怕呢剛好抵觸了紅樓夢 所要表達的一個這個價值觀 請看寧國府怎麼樣來傳達這個道理呢 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節 我們的很多讀者大概都忽略掉這一段 好所以我要特別在這個地方提醒 賈府的主要的賈府的那個精神 這個墮落的一個重點是在於寧國府 而寧國府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 精神墮落的一個這麼嚴重的程度出現 就是因為他們內部剛濟敗壞 而剛濟其實就是由禮教 由道德甚至由那個禮所維繫的 那麼所以這一段情節呢 剛好可以呈現寧國府的內部剛濟敗壞 跟精神墮落的一個具體而為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情節 那麼讓我們看到寧寧府內部真的是一個 敗壞到根底動搖的一個情況 好那當連禮法禮法禮教跟這個法度 都不能維持的時候 那秦可卿啊假針啊這一類的這種 完全越軌到不可思議地步的情況就會出現 所以真的防圍杜漸不是沒有道理的 那這一段情節是發生在第75回 當時呢 游氏 游氏是誰的妻子啊 賈貞 那他當時是來到了大觀園裡 然後呢到了道鄉村 然後呢因為他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心情也不好 所以也沒有好好的梳洗 那到了道鄉村之後呢 那李丸他們就好心的說 那你是不是要趁這個機會也一併梳洗一下 這個也是他隨身的那個丫頭叫做銀蝶的建議 那當然游氏就說好 於是呢游氏就一面說一面盤膝坐在抗岩上 那銀蝶呢就上來盲帶為蟹去 挽著戒指以免沾濕 然後呢又將一大幅手巾蓋在下截 就是不讓他的衣服也因為洗臉而噴濕 然後呢把衣賞護顏 那小丫頭草豆兒就捧了一大盆溫水 走到游氏跟前指彎腰捧著 只看到這裡 各位會覺得有問題嗎 一定沒有 彎腰捧著啊已經夠了吧 對我們來講已經很有服務精神了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從貴族世家的那個禮法來看待 所以你看這種小地方 我們的讀者就自動跳過去了對不對 以至於很多的重要訊息 我們就洗淹不查了 好對紅樓夢的理解就越走越遠 各位請看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你看李丸就說話了 李丸是何許人也 在紅樓夢裡面是不是最好脾氣的一個 他的外號叫做什麼 是大菩薩對不對 所以嚇人們不大怕他的 因為他這個非常的慈善嘛 所以對嚇人犯錯或者是語矩 他基本上大概都是包容的滿寬的一個人 可是你看連這樣子的人他都說話了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只彎腰捧著是沒有服務精神的 是不符合這個基本的規矩的 你看李丸說怎麼這樣沒規矩 換句話說規矩應該怎麼樣表現 才是這個大戶人家應有的精神的維持 往下看 所以你看銀碟啊 銀碟是跟著那個遊士的貼身丫鬟 那銀碟就忍不住也就說話了 他說啊 是啊你看我們民國府的就是這樣 說一個個沒畸變的說一個葫蘆就是一個瓢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完全不懂得應變 不懂得這個見機形式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奶奶啊 不過待咱們寬些 這個奶奶就是指遊士 意思是指我們在民國府自己家裡面 那麼奶奶待我們下人很寬 於是呢大家就比較隨便 可是那是在家裡啊 在家裡不管怎樣就算了 那你就得了意 不管在家或出外 當著親戚也就隨著變了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不懂得這個隨機應變 不懂得這個入境問俗 我們在家裡很隨便 你以為到了寧國府這邊你也可以隨便 於是呢 當奶奶要洗臉的時候 你的水就只彎腰捧著 可是看在親戚面前 這就是非常失禮沒有規矩的行為 這樣懂意思嗎 於是透過銀碟的這一個抱怨 你就可想而知 寧國府一般的生活運作 就基本上呢就已經幾乎到了沒有禮貌的地步了啦 好 所以連禮丸 所以我一再強調喔 連禮丸在下人心目當中都是個大菩薩 所以呢 當初王熙鳳生病的時候 第55回不是要探春來當家的那一回有沒有 請注意那段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寫 下人們一開始呢只是聽說王夫人找禮丸有沒有 因為他是長嫂所以由他來這個掛帥 這個名正言順 可是呢大家聽到是禮丸的時候 大家心裡面都不怎麼樣在意對不對 因為覺得這個人反正就很好應付嘛 比起王熙鳳好應付的多 你看大家是抱著這樣的一種敷衍偷懶的心態了 你就可想而知 禮丸真的不是一個很嚴厲 或者是一個很一板一眼的 用法規來執行的一個人 可是請注意連他都認為炒豆兒 這樣子的一個沒規矩是該指責的 該點出來你就知道這是很嚴重的大問題了 所以呢顯然這樣的大問題在寧國府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了對不對 以至於他會習慣成自然嘛 我在寧國府都是這樣隨隨便便了 所以來到賈家的這個榮國府 也就呢這個比較辦理 然後呢殊不知看在榮國府的眼裡 這真的是實在是非常非常的語矩 這個是你們要去體會的這個家族的那個意識形態 果然啊你看贏蝶做了這樣的說法等於是 提醒了也這個委婉的斥責了這個炒豆兒 實在是很不懂規矩 可是你看尤氏喔他是一個當家的人喔 他是假真的妻子對不對 是組長的妻子 他竟然這樣子的反應 他竟然說你隨他去吧橫竖洗了就完事了 就是隨便沒有關係 那你一個當家的人都不去執行那個法度的時候 那是不是一定就是全家的人就開始混亂嘛 那是一定是呢嘛 這要上梁不正下梁歪 可是這裡的上梁不正不是指說他沒有以身作則的 來遵行一些道德或倫理的這個規範 而是什麼呢 而是沒有去執行禮法 懂嗎 沒有執行規矩跟法度 所以各位你們可想而知喔 單單從這一段你就該了解 這麼大的一個家族要去維持那個規範規矩禮法 那事實上呢是讓這個家族不但要可以維持秩序 而且甚至呢是維持他們內在心性的純正 一個必要的一個外在的力量 所以呢 那你看當游士雖然用這樣一個比較寬容的方式 就說隨便讓草豆兒這樣子的沒規矩就無所謂 可是呢既然連禮丸都說話了 那草豆兒就連忙趕著跪下了嘛有沒有 那現在你們就可以知道了 在這樣一個等級治理下你要維持一個禮法 丫鬟們要服侍主持洗臉 他應該要採取的姿勢是什麼 是要跪下的 那以我們今天講究人人平等的意識形態來講 我想大家可能會很本能的就加以反對喔 我想這是很自然的 只是我真的非常希望大家要注意 我們現在的價值觀當然也很對 非常的對 但是你千萬不要用我們認為對的價值觀去衡量 別的時代 別的社會 別的民族的價值觀 這個是應該要有的基本尊重 就好像你如果要了解日本 你是不是應該用他們的價值觀來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 對不對 同樣的我們要去理解紅樓夢 你也應該要以他們的價值觀來認識他們才對 否則講來講去都是六經皆我之注腳 講來講去每一本小說分析到最後 都是要來維護或者是來讚美我們現在的價值觀 這樣到底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面對紅樓夢的時候 一定要去接受他們信以為天經地義的 那些信念在哪裡 然後你才去深入到 對他們來講決定了他們的言行 決定他們的思想的那些意識形態 所以當一個草豆兒不是跪下捧著水 來服侍主人洗臉的時候 其實就是意味著這個家族走入到一種 無法維繫的一種剛激敗壞的局面 好不好 然後所以這樣的一個管理鬆散 然後禮法失度 然後所以人緣也輕忽散漫 這基本上呢 就是已經是代表這個家族的一個嚴重的墮落 這一點跟我們現在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至於曹偉琴才要透過禮丸來表達他的這個斥責 所以這樣沒規矩就大概呢 足以呈現出寧國府脫序的這個嚴重的程度 那麼這個脫序呢也就是讓我們可以明白 寧國府啊也真正是在造了一種敗得失格的一個局面 於是才能夠容納或者是才能夠形成一個 讓爬灰亂倫的事件得以發生的這一種冤手 這一點是請各位可以放在心裡面的 好啦 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呢就繼續往下看喔 因此這一段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呢關於秦可欽在這個第五回人物的叛詞 尤其是後來跟這個人物叛詞 互相補充的這個《紅樓夢曲》 有一段說明是我們讀者一致忽略的 所以我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就在這個《紅樓夢曲》裡面的最後一支是好事中 這一支曲子呢是為秦可欽量身定做的喔 你看裡面說畫梁春靜落香成有沒有 這個當然是暗示將來秦可欽會懸良自盡對不對 然後善風情比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 所以你可想而知風情 這當然是指的是一種女性的誘惑力 那加上他有花容月貌 請看這一段曲子的這個歌詞 恐怕反過來證明了曹雪芹 他根本認為女性的美 他很有可能會引發敗德的這個結果 他不一定如我們所以為的 只意味的在歌頌女性的美貌如賈寶玉 他以這個小說家的立場 那絕對不要跟小說的這個主人翁相混淆 然後你可以發現 事實上曹雪芹他的價值觀判斷 跟賈寶玉未必是一致 有的時候其實是衝突 然後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請看 這邊標示著底色的 他說機球頹墮皆從淨 家是蕭王守罪寧 素孽總殷勤 各位請看一下 一般人呢都只注意到 家是蕭王守罪寧有沒有 都會覺得寧國府是整個賈家 這個道德腐敗的一個 最初也最深好的一個根源 這個當然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你只是在這一點上面 追蹤到賈真跟這個秦可卿的亂倫的話 恐怕就誤失了曹雪芹的苦心所在 曹雪芹告訴你 賈真跟秦可卿之所以會出現 這麼可怕的亂倫事件 給予賈府一種致命性的毀滅 有更真實也更重要的源頭 各位猜猜看 就在這段曲文裡面去找答案 他認為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是的 積求頹墮皆從靜 這個靜是指誰 賈靜 所以你看曹雪芹他真正批判的 倒不是真正做出亂倫的這一對瘟席喔 他認為縱容或者是導致這個瘟席的 不正當行為的出現的一個根源 是因為賈靜沒有善靜他作為父親的責任 所以作為父親他該做什麼呢 他要給予子孫良好的副教 就是父親的教育 良好的副教就是要導正子孫監督扶持 然後要立身處事給予他們一種典範 同時以父親的力量來讓子孫踏上正途 所以父親的副教就包含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道德的典範 第二個要給予道德的約束 使得他們的心性能夠走上正途 這就是副教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賈政賈政他是不是就是要執行他的副教 所以他不是獨打了寶玉一頓嗎 那大家都是從我們現在那一種 這個現代的價值觀 然後就一味的抨擊賈政 說他用這一種嚇死命的方式去獨打兒子 簡直就不是個父親 父親不是應該要慈愛嗎 你錯了 在古代父親是要嚴厲的 慈愛的父親是我們現代的產物好嗎 所以我們觀念真的都不一樣 所以會不會真的我們理解紅龍夢 常常真的是走路到一個 我們投射之下的一個誤區 所以賈政他真的是要好好教他的兒子 而且他本來就該用那樣子的一個嚴厲 我不是說他應該把兒子打死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他真的是要嚴格教育孩子的 可是那一段情節真正的意義 恐怕不是在於什麼父子之間價值衝突 我認為更重要的一個道理是在於 曹雪芹要告訴我們賈政他是清醒的 他是有責任感的 而且他採取正確的做法 這個是在傳統社會裡面所賦予的 但是當他要執行父教的時候 受到什麼力量的干預 以至於被中斷 以至於甚至他得要撤退 是不是受到賈母的干預 那賈母作為他的母親 母權高張的情況底下他只好退讓 所以這麼一來祖母的溺愛 是不是就導致子孫不孝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那一段情節恐怕意思剛好相反 他是在告訴我們 當父教不能聲張的時候 就是不孝子孫誕生的時候 以至於賈寶玉是另類的不孝子孫 他的不孝跟賈真他們不一樣 但是就家族來講一樣都是不孝 因此回到寧國府 你看 姬球頹墮 什麼叫姬球 用了哪一個成語 克少姬球 就是他沒有繼承祖先的志業跟那一種這個財性等等 以至於呢 姬球頹墮 曹月行說 這都是從賈靖作為一個始作勇者 賈靖是這個家族敗壞的真正的罪魁禍首 所以多有趣 賈正自己沒有做什麼不好的事吧 有啦 他唯一的事情就是整天想求仙嘛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是太過於迷信 而且確實很不理性 可是他確實沒有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對不對 跟賈真秦可卿的那個亂倫是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從小說家的評價來講 賈靖對這個家族所導致的那個損害更嚴重 因為他放棄了復教 以至於縱容了不孝子孫的氾濫跟烈化 於是才產生這麼可怕的亂倫行為 因此各位可想而知 我們對於紅樓夢的價值觀 絕對不可以用現代人的觀點去投射 然後回到這個家世蕭王守罪寧 那麼當然寧國府不用講了 他是賈府的這個罪惡的冤首 然而為什麼會形成罪惡的冤首的因素 請看 肅孽總殷勤 這個剛好是誰的姓名的諧音 情業對不對 情業就是以情為孽對不對 所以你不覺得嗎 這都是環繞著情作為敗壞一個人的力量 而展開的諧音 可是情為什麼會是敗壞一個人的力量 保代之情不是我們讓很多的讀者 為之這個渲染玉涕 為之感到纏綿翡測 甚至還有人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情書 可是曹雪芹卻說不是的 這個情可能就會導致肅孽 它會導致毀滅 會導致很嚴重的破壞 那這又是為什麼 所以下面我們就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原來這個情字很容易被誤會 很容易被混淆 很容易產生誤導 那這個就是曹雪芹他希望能夠去釐清的一個重大的一個關鍵所在 好 那我們現在就接著上一週所談的秦可卿 他作為一個單一的雜舵 是一個豐富乃至於矛盾統一體的這樣一個個人 他有一個確實被我們所有的讀者所把握到的某一面 那就是他其實是一位愛玉女神 那麼在於這一個生理本能這方面的放縱 確實已經變成秦可卿 他的人物塑膠上面很鮮明 也一般是讀者比較熟知的一面 但是在談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之前已經先跟各位提醒 這個必須也要配合他的環境 才能夠使得他的這個縱容放縱 達到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 因為無論怎麼樣 公習通姦 這真的是為人所不容的一種伴德之由 那這個一定要有環境的這個配合 但是這個環境呢 我們就跟各位提到過 那是寧國府內部的這個綱紀敗壞 這個各位都很熟悉 首先是不是就作為一個大家長的假禁 因為他放棄為父者的職責 所以一心逆道 以至於這個整個寧國府就毫無副教可言 導致繼承他邪了訣的那位假征 那胡作非為把整個寧國府翻過來也沒有人管 有沒有 這個都是小說裡面說得非常清楚的 那在配合他的妻子尤氏 也沒有辦法盡到賤夫的責任 賤是勸賤的那個賤 以至於在這個知焰齋的批評裡面 就講得很清楚 知焰齋就感慨的說 其實尤氏這個人啊可謂有才 他事實上是有才能的 各位一定要注意 雖然他在榮國府 這麼多的小姐太太的這個對比之下 他真的比較黯淡無光 但是憑心而論他事實上是有才的 那麼甚至呢 如果我們才德才德 從德的這一面來看 他有德比阿鳳還要高十倍 這倒是真的 因為王熙鳳有他性格的特質 跟他李家的必要 以至於他有些時候 確實是比較不擇手段 但是尤氏呢 他真的是比較寬柔 也比較有這個德性 那這個就是一個人啊 真的是有德就有失 真的是一體兩面 你看他對自家那麼的寬柔 導致失去綱紀規矩 但是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他事實上又確實比較有德 好啦問題是知宴齋就說 他有才又有德 這個德呢 比王熙鳳高十倍 可惜呀 不能見夫至家 這就是呢 我覺得知宴齋的這個定評哦 讓我們看到尤氏這個人持平來說 他真的是呢 有這些各方面的優缺點哦 那既然不能見夫至家 那就導致這個家族的這個鬆弛敗壞 所以呢 人各有當啊 所以就是每一個人真的都有他的特點 有他的所長 可是相對的也有他的所失哦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有失負職的情況底下 那當家的女主 又不能夠發揮自家的功能 於是呢 這個寧國府簡直就敗壞到最徹底的地步 以至於呢就發生了這樣沒規矩的極致 也就是呢 翁錫的亂倫 那所以呢 這一點是我們上個禮拜所談到的 然後啊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了哦 那麼秦可欽他到底呢 在這個環境裡面被放縱 或者是呢被不節制的去把他本性中的某一面 給表現出來 那首先當然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呢 在他的這個臥室 作為一個人的自我最內在的投射 一個人的房間等於就是自我的延伸 這是呢 容格早就已經發現到的 他在那個無疑式的這個討論裡面 他就提到說房子象徵了我的人格 以及他在意識層面上面的興趣 只是呢這個意識上面的這個興趣啊 有可能不為道德不為禮教所容 所以呢他曲曲折折轉入到潛意識裡面 然後透過夢境來呈現 所以呢 這個容格就是在分析夢的無疑式的時候 他提到這一點 但是呢實際上呢 我想在意識的層面 我們當然都可以接受 一個人的房間基本上就是呢 他個人最內在的自我的一個 投影哦 那作為自我的一個延伸 那麼秦可欽的房間是什麼樣子 那當然我們這裡就要跟大家分享哦 首先呢各位請看一下 在秦可欽身上 我們可以說啊 綜合兩個重點 一個呢是在他的房間裡 你可以看到他的月貌風情 就是他長得很美 可是又有一種女性的 一種信用獲利的表現 而這些呢都在他房間的愛欲細節裡面去 獲得很清楚的 而且是全面的呈現哦 那這個月貌當然我們已經看過了 是在第五回《紅樓夢》曲哦 針對秦可欽所規劃的那一曲好事中的歌詞就提到 他說呢 善風情比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 所以你看風情月貌 這些呢對女性來講都很容易愉悅道德的雷池 於是呢一失足就會成千古恨 所以對《紅樓夢》米奇他的相關的這個詮釋 跟這個創作者而言 他們當然非常欣賞女性是美麗的 這就舉世皆然 然而呢這個美麗如果涉及到一種誘惑性 那麼這個就是呢 他們會覺得應該要特別警醒特別注意 而且他真的很容易一不小心越界 或者是越了那一個界線 然後就很容易就產生敗得的行為 那這是在秦可欽身上 作者認為是非常清楚的一個邏輯發展 所以你看善風情比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 所以他不是不喜歡女性美 而是說女性的美還是應該呢 要在盡量避免這個 與這個性誘惑有關的那一面 那問題就在於秦可欽好像不是 就在第八回的時候啊 小說家說可欽長大以後生的形容鳥娜 性格風流 那各位想想看 形容鳥娜 表示他的相貌非常的優美 而且呢很有那一種女性的柔弱 這個當然無話可說 因為林黛玉也是這樣 但是性格風流這四個字恐怕呢就大有玄機 所以你看知焰在啊 特別在這個四個字上面就有一個批語 他說這四個字呢便有隱翼 這是一種春秋筆法 春秋筆法就是說三言兩語 甚至一個字兩個字就隱含褒貶 意在言外 那這個是善於讀書者要懂得去揣摩 當然不能夠穿著互惠 但是呢這四個字有隱翼啊 這個風流呢顯示說這個秦可欽的性格 確實呢有這一面 不是被外界所強迫 而是他的性格的組成裡面就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所謂風情風流 有這樣的一個層面 那所以呢就這個特質來說 清楚的反映照他的規房的佈置 那我們現在有一大段文字哦 非常的重要 我想我們還是仔細的來看一下哦 那因為呢那時候大家到寧國府去賞梅花嘛 那寶玉呢到了下午覺得很累 要睡宗教 那於是呢這個就就地安頓哦 那秦氏呢就說那這個原先的那個上房他不滿意 因為有燃梨圖就有道德勸戒 那既然這樣子呢 那就到他的房間好了 於是大家就來到秦氏房中 那剛置房門呢便有一股細細的田香 襲人而來 你知道這些非常女性化對不對 跟我們的房間絕對不一樣 然後呢寶玉覺得眼陽骨軟 你看整個人都舒軟了哦 都好像要因為已經舒服到一種癱瘓的地步哦 然後連說好香 然後入房呢像那個牆壁上看的時候 就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 這我們最早的時候看到過 那兩邊呢又有宋學士秦太虛 就是這個所寫的一幅對聯 那個對聯就說 嫩寒所夢陰春冷 芳氣隆人是酒香 然後啊下面就是所謂的愛玉細節 好各位請看 他說岸上呢就射著武則天 當日靜世中射著寶鏡 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 盤內乘著安禄山 直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 然後呢 那麼另外上面還射著壽昌公主 在寒江殿下握的踏 那玄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聯珠杖 各位沒有發現這裡面的每一個人物 他們的身分如何 武則天 趙飛燕 然後楊貴妃 還有壽昌公主跟銅昌公主 都有什麼身分 都是皇族對不對 要不是皇后 要不然就是女王 要不然就是公主 所以他們都是呢 非常尊貴的皇族身分 但是呢在這裡 當然不是暗示 房間中的女主人翁也是皇族 我想這個是 恐怕是一個跳躍式的聯想 這邊其實是要說明家家的身分 以及呢作為他們家的這個總孫媳婦 他同時也享有這種貴族的待遇 我想意思應該是這樣 因為呢關鍵在哪裡呢 我們下面繼續往下看 因為這真的不是一般人家所能夠擁有的 那麼我在這裡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 不要因為這邊所涉及到的這些人物 都有皇族的身分 我們就呢把他 把這個這個房間中的女主人翁 直接就當上了皇族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容易產生的一種誤會哦 事實上呢在《紅樓夢》裡面 你們會發現他用的東西用的等級 真的都是皇室的 裡面有很多的洋貨 甚至呢他們褲藏的那個衣料 輕密厚軟 比起金上大內現在所用的等級還更好 因為那是幾年前留下來的 所以呢你就可想而知哦 他們所這個飲食 或者是所用的物品大量的洋貨 而那個一定是跟那個皇室的等級相關 那這一點呢我是希望各位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會比較好 然後呢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我想我們先把香蜜麵丸 再一起來整理給大家看 當然啦因為這裡如此之這一個香葉 而且之如此的精緻高雅 那寶玉就含笑臉說這裡好 於是秦氏就笑說 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 好所以各位你們就可想而知 他真的是要來烘托秦氏來到賈家 那麼晉升為這個寧國公的 總孫媳婦的那一種尊貴身份 好所以呢他們的物質的這個等級很高 然後啊請各位注意一下哦 說著呢秦氏就親自展開了 息子晚過的殺青 移了紅娘抱過的冤枕 然後呢重乃母服飾保玉臥好款款散了 留下了習人、媚人、秦文、涉月四個丫鬟為伴 然後秦氏呢就吩咐其他的小丫鬟們 好生在狼眼下看著貓兒狗的打架 好 那麼這段話重點在哪裡呢 我們先仔細看一下 這裡的愛慾細節有什麼含義 首先呢我想當然最重要的是 這裡呢用的都是所謂的這個古董珍惜價值 來展現寧國府的豪奢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跟大家強調的 那麼不只如此哦 既然呢這些都是這個遠古以來傳下來的真品 這些真品當然不是事實 我想是小說家他調動他的形容詞 跟他的這個相關知識 主要是要讓你來這個大開眼界 甲府的內部呢是可以豪奢到這種程度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他運用這麼多 從漢代到唐代這樣子的一個珍稀物品 不過呢我認為這一點啊 就是說炫富的這一點其實是無關緊要的 因為呢可以用來炫富的用品很多 例如說各位還記不記得 廟宇的茶具是不是就是故宮博物院典藏集的嘛 有沒有 是蘇東坡賞望過的啊 是誰誰誰什麼樣啊 所以呢真的可以拿來炫富 表示這個家的神美品味 真的包含非常高等的神美品味的東西 真的很多 有必要用到什麼武則天、趙飛燕 這個楊貴妃這些東西嗎 所以呢這些東西又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請注意他們呢有一大半都是呢 跟這個琴他們都是琴句 而且呢這個琴句的延伸 又多少跟琴色會有相關 我想就這一點來講的是小說家真正 所要表達的重點哦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這裡的愛玉細節哦 你看Eurotic Details哦 這個是一個算是西方用到的一個專有名詞 那麼關鍵就在於 所有的物品都跟歷史上的知名女性有關 而且這些女性又都具有情色愛玉的面向 就算沒有那麼明確 請你們注意 像這個壽昌公主跟童昌公主哦 他們的故事裡倒是沒有所謂的情色愛玉的這個元素哦 可是你看他們還是提供床踏請句 還有睡姿 女性的睡姿 所以我覺得就這一點來講呢 曹月琴的著重點 他也許不是那麼嚴格的每一個都是這麼樣清楚凝療 但是他事實上是用這樣的聯想 用相關整體塑造烘托一個情色的氛圍 於是呢情勢的臥房就形成一個香葉 也淡的這個慾望空間 簡單說他就是一個慾望空間 那麼請各位看一下 我一個一個分析給大家看 首先剛剛我們提到說 好像沒有什麼情色故事的那個壽昌公主哦 請注意 他實際上應該是壽陽公主 因為呢這個是那個宋武帝 就是南朝的時候的一個故事哦 他的寒章殿 握的踏 其實呢都是跟女性的那個 的這個歇息 或者是那個舊寢的時候的這個必要的 一個相關的物件 然後呢這個雜五行書裡面就記載 那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他說宋武帝的女兒叫壽陽公主 就在仁日的時候呢 握於寒章殿你們知道什麼叫仁日嗎 這個是我們傳統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這個是農曆大年初期 因為古人認為每一年新年的開始 等於是一個具體而為的創世紀 那麼就在大地回春 進入到新的一個年度的時候呢 前七天等於就算是重複那個萬物的演化 所以呢他們說第一天就叫 我現在忘了啦 各位可以再查一下什麼雞日、狗日、牛日 什麼什麼日 就是把各種動物按照那個元旦第二天第三天這樣排 那麼排到第七天的時候就叫仁日 因為他們認為人是萬物之靈 所以是在那個物種演化中最高級的一種 所以就叫第七天就誕生了人類 所以呢整個的前七天就算是一個 具體而為的創世紀的物種演化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仁日就是大年初期 那這一天呢 這個壽陽公主就握於寒江殿 然後有一個非常美的傳說 那麼岩下梅花就落在這個公主的額頭上 然後呢就印在她的額頭上成五粗花 就有這個五瓣梅花的那個形象 而且怎麼樣都扶不去 那皇后就把她留下來看得幾時 然後呢就是希望能夠多欣賞 這樣一個非常罕見的一種呢 大自然給予她的巧妝 然後呢經過三日洗枝乃落 就洗了以後三年之後才掉下來 那宮女當然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奇異的景觀 所以大家就紛紛仿效 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時尚流行 叫做梅花妝 所以我們考各位 梅花妝是要怎麼樣裝扮的啊 就是要把梅花貼在你的額頭上 最好能夠留下藝痕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美的傳說啦 那我想曹月芹在這裡 他其實主要要取的就是第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尊貴身分的人 一個美麗的女性 而且她有這麼優美的傳說 但是呢重要的是 臥於寒張殿這樣的一個睡臥的姿態 是女性最妩媚也最性感的一種姿態 那這個是這個壽昌 就是壽陽公主 另外呢像我們來看一下 那童昌公主有那個蓮珠杖 就是掛在秦可卿的這個床榻上 那這當然並不是真正有這麼一件古董啦 他其實主要也是要來呈現出 這個物件的精緻 然後呢珍貴當然又跟女性的這個睡臥的 這個空間有關 那這是唐代蘇厄的這個一段記載 這個童昌公主是唐義宗晚唐的皇帝的女兒 那在閒通九年的時候呢 童昌公主朱將才是念祥 她其實就是出嫁啦 這裡不是去和藩 她是出嫁 然後呢當然因為她備受寵愛啊 所以皇帝就四宅給她在廣話裡 還四錢五百萬貫 然後你看慶內褲寶貨 就是把整個那個國庫裡面最珍貴的東西 通通都運送到這一個公主的那個新宅裡去 就讓她的新宅金碧輝煌非常的充實 然後你看唐中就設蓮珠之杖 還有雀寒之蓮 還有西甸雅席 龍祭奉入蓮珠杖敘珠為之也 你看也就是說那個蓮珠杖就是用那個珍珠 一顆一顆這樣就串起來了 那你就知道整面的那個蓮杖 該是何等的昂貴 因為一顆珍珠就已經所廢不自 那麼整個製成蓮珠杖就可想而知 那我想這兩則確實沒有涉及到任何的情色情節 但是它都跟女性的這個睡臥空間 那麼以及規房中的寢具都用這個來這個鋪陳 那麼可是其他的就非常明顯 全部呢都跟這個女性的風情有關 那各位請看一下連詩詩在這裡所用的都有關係 不只是在這一段情節裡面提到 各位請看一下 秦氏是那個安頓寶玉的時候 親自展開了西子晚過的殺青有沒有 剛剛就這一句好像還看不出來 可是你看下面是移了紅娘抱過的冤枕 那合在一起你看這個殺青跟這個枕頭 那個是一整套的嘛 所以你如果整個加在一起的話 那麼我們對於這個西施的這一個殺青 我們就恐怕要有不同的理解 各位請看一下 這裡的著重點請看 還是呢女性的寢具 而且呢我覺得好像他的重點是比較在於 西施不要忘記喔 他實際上會月上歷史舞台 是因為他被當作美人記對不對 然後呢是也很著名的算是一個 王國的禍水紅顏 如果從男權中心的角度來看的話 作為一個美人記的這個女主角啊 各位就知道了 他絕對是情色的那一面啦對不對 你盡量要讓這個國家最高權力的人 單溺在溫柔鄉嘛 樂不思蜀嘛 所謂的從什麼帝王就從此不早朝 那最好不過對不對 這是鄭重敵人下環 所以我想這裡的西施的這個殺青呢 也許也許他比較是著重在這一面喔 然後配合紅娘抱過的冤枕 那這個情色意味幾乎就是非常明確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這個紅娘的冤枕 不要忘記紅娘是居中在牽線 哪兩端的一個著名的一個丫鬟呢 紅娘啊是不是張生跟什麼 崔茵茵有沒有 就是茵茵傳裡面的故事嘛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茵茵跟張生事實上是素不相識喔 頂多只有在那個崔母的強迫之下 茵茵出來跟張生有過一面之緣 那從此之後張生是不是就愛上了崔茵茵 那個愛是要打上癮 我想那個大概不是愛啦 反正呢於是他就想要攻佔這個茵茵 那問題是呢 男女隔絕的狀況底下 那他找到一條捷徑去攻堅 你們知道就是找到了紅娘 因為紅娘是隨身伺候服侍那個茵茵的 所以他最能夠直接到達茵茵的身邊 然後那個張生就不斷的 請託這個紅娘幫忙 你們應該回去把這個茵茵傳讀一遍喔 那一段真的是非常精彩 因為紅娘就幫助他做什麼 傳輸遞結 然後呢或計思怕或投失間 就是由紅娘來代替這種的期間穿梭引渡 然後呢牽線這樣的一個功能 問題就在這裡 各位好好把那個小說讀一下喔 我覺得他真正最精彩的 倒不是茵茵什麼情慾自主情慾解放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喔 茵茵真正的優點是在別的地方 那我要說的就是紅娘這個人物滿有意思的 你們知道嗎 當張生啊一直請託他 幫他送各種禮物 想要去打動那個茵茵的時候呢 你們知道紅娘竟然提供給他一條妙計 就是呢最能夠達到攻堅效果的一個建議 那就是他說我們家小姐喔 你大概什麼都打動不了他 但是呢我們小姐喜歡詩 你如果寫詩的話就能夠打動芳心 那張生當然是大喜過望 立刻去操作對不對 果然有用喔 那我想要請各位思考的一點就是說 你們會不會覺得紅娘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如果你家的丫鬟 你身邊的丫鬟是這樣的話 會這樣做的話 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他把你的秘密是不是透露給一個 對你心懷不詭想要染指的陌生人 你不覺得紅娘是真的很奇怪的一個人嗎 如果這個紅娘真的愛護她的主人 她應該要站在她主人未來的幸福跟安全著想 是不是應該拒絕張生才對對不對 而不是受人以稟 讓一個陌生男子直接攻防 我覺得這個紅娘我越想 真的越覺得她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當然她也曾經對張生提出過質疑喔 她說你這樣子的想要親近我們家小姐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開口跟老太太直接求婚 以你對我們家的全家的救命之恩 以及呢你又跟這個崔家是有那個親戚關係 親上加親 從這兩點來講只要你一開口 那麼老太太一定會答應你的求婚 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那你們還記不記得張生說了一句什麼名言 她說如果我求婚的話 因為正式的婚禮是不是要什麼納財問名 要什麼什麼一堆的繁文入竭 這樣要有三數個月之久 她說等到那個時候啊 你就要所我於枯餘之事 意思是說你只好到賣死魚鋪的店裡去找我了 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她等不及這麼幾個月了啦 等到那個時候她已經渴死了 知道吧 所以這種話真的完全曝露出 她對茵茵其實並不是真的愛 因為她明顯就只是一個慾望 然後呢也想要得到滿足嘛 所以呢 我覺得從頭到尾這個張生 其實就是一個薄信 一個不良的人文人無信的人 那弘娘其實並不是不知道 可是很奇怪 她到後來竟然還是呢交給張生 一條呢可以直接攻入 她的小姐的心的一條寂靜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請人於鬥 也值得深思的一點 而在我們的戲曲裡面 涉及到這個西香記啊 陰陰傳的故事的時候 是不是都把弘娘歌頌為一個記熱血有沒有 又熱情又什麼仗義相助 一心想要撮合有情人的那一種形象有沒有 所以弘娘歷來是受到很大的讚美的 然而我回到這個弘娘最初出現的這個文本 也就是原整的陰陰傳來看 我越看越覺得這個人恐怕是很有問題的 不應該把他當成是一個什麼熱心助人的典範 各位真的可以再仔細想一想 我們不要再人云亦云 你自己仔細客觀 而且真的是面面從各個角度 從每一個人的立場去思考 你就會覺得弘娘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 然後呢果然啊 最後當然這個陰陰也經過心理的各種轉折 總之他竟然在前面的間距之後呢 然後就自動投懷送抱 然後張生其實那時候已經死心了 可是那也沒死啊 對不對 沒錯嘛 然後他還以為他在做夢啊 然後呢弘娘就叫叫他趕快醒啊趕快醒 我們小姐來啦 然後弘娘就把你看冤枕 就直接抱到了西鄉 就所謂的成就一段好事 好事要打上引號 然後呢 那麼從此之後他們就經常帶月西鄉啊 如何如何 那麼這個弘娘的人物呢 於是我們就要來做一個檢討 我做過這一方面的研究 紅樓夢跟才子佳人小說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真的是我們所以為的是模仿是讚美 然後呢把這個才子佳人婚戀自主的這個要素 吸收到紅樓夢裡面來嗎 我認為這是一個恐怕是完全相反的一個 不對的一個認知 單單就我們現在所提到的紅娘來看 你看這個冤枕就是鴛鴦枕 講的就是男女之間 而且他們是非禮教是非法越軌的一種呢 琴瑟出軌的喔 那就這點來講 我們這個西施婉過的殺青 那麼放在秦可卿的房裡 這個絕對是有這個相關的含義的 那麼單單我們來看這個紅娘來說 我這邊只能夠簡單做一個介紹 就是紅樓夢裡面呢 這個紅娘總共被提到過五次 好 這個我全部做過一個統計 那麼從第一回就已經開宗民意喔 曹也芹就是在反駁 才子佳人小說的《落於成套》有沒有 就是千篇一律嘛 就是他那個套是不斷的反覆喔 所以這是一種審美缺陷喔 比如說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他們就是胡牽亂扯 忽離忽裕 滿子才人俗女子見文君紅娘小玉 你看這個就構成了通貢熟套的舊稿的一種 成爛的一種元素喔 所以紅娘的這個角色呢 當然其實就是這個塵槍爛掉千天余律中的 很明顯的一個環節喔 然而這只不過是一個審美缺陷 紅娘這個角色到底該怎麼去看待 我想恐怕大大違背 我們在各種戲曲小說裡面 所看到的那個一致的讚揚 紅龍夢事實上是批判紅娘的 我們請各位仔細看 一般大概都忽略掉的一個很重要的情節喔 那就是第51回薛寶琴的《浦東寺懷骨》 那薛寶琴在這一回裡面 總共有寫十首懷骨詩 那浦東寺是他的第九首 第九首是第九首 那麼講的其實就是《西鄉紀》的故事 可是你看他很有意思喔 透過薛寶琴的這一首懷骨詩 曹雪琴其實非常明顯是在批判 紅娘跟才子佳人小說 不只是他的形式上面的審美缺陷 他根本覺得裡面的角色 都有敗得的莫大的罪遷 各位請看 這裡他就是浦東寺懷骨 他沒有聚焦在這個陰陰 他是聚焦在這一個小小的穿針引線的丫鬟 他怎麼說呢 他說小紅骨戒最神情 失業偷襲強挫城 雖被夫人拾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你看他是從紅娘來著眼 太有趣了 這一首詩明明是在講那個張生跟崔茵茵的那個題材 但是他全部聚焦在紅娘來發揮 而且全部是負面的批判 你看首先是用骨劍最神情 你看他說這個人從骨子裡其實就是很低劍的 一點都不懂的大局也沒有為他的主人設想 然後呢就去熱心其實是促成一段孽緣 而且你們知道在這種非法的男女關係裡面 誰會是最大的受害者 各位想一想 當然一定是未婚女性嘛 因為你沒有婚姻保障 你這樣子的一個越軌的行為 你當然也不會得到法律的這個支持 然後最後你會受到社會的唾棄 然後你會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 所以紅娘會不知道這一點嗎 那如果她知道 她還這麼熱心做這些事情 有沒有另有盤算呢 那麼這一些都是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 所以你看這個曹遠芹根本認為 這個小丫鬟是非常親賤 你看骨賤最深青 把這個青跟賤連接起來 你就知道這真的是對這個人非常大的貶低 那麼換句話說 她第一句就概觀定論 這個紅娘這裡叫小紅 根本上是骨從骨子裡 就是一個非常親賤 非常低賤的一個人 然後所以她做什麼事情呢 你看下面就是直接告訴你 她為什麼做這樣的判斷 她是絲葉偷襲 強錯成 你看絲跟偷有沒有注意到 絲底下做這些其實是不合法 不合理的一個作為 而且請各位看一下 什麼叫搶錯成 這個搶就是極力 她極力的這個做 發揮這樣積極的作用 要去促成陰陰跟張生 可是你不是用一種明媒正道 一種正大光明的方式去促成他們的良緣 而是用這樣一個私底下的一種 非法的一種這個層面 然後去使得這兩個男女之間 就有了這樣一個不見榮譽社會的敗德的行為 所以曹雪芹是把矛頭指向紅娘 然後你看雖然最後東窗事發 爆發以後這個小紅當然是被那個 崔姨母把她吊起來毒打 就是說覺得這個人實在是該懲罰 因為跟在小姐身邊竟然呢 做出這樣的事情出來 可是這已經是亡羊補牢 為時已晚 因為這種事情發生之後呢 那真的就叫做一絲族成千古漢 那是不能夠抹煞的紅字啊 所以第四句曹雪芹說 雖然她最後小紅受到懲罰 但是她已經勾引比同行 她已經做出這麼一個無可挽回的 一種敗德的行為了 那麼各位請看一下 這裡面的用字非常有趣 吃葉 撕 還有偷襲 還有偷 再來呢 搶錯成的這個搶還有勾引 你們不覺得嗎 在這些用字裡面呢 她真的是在 我覺得曹也芹真的很厲害 她看到一點 她覺得呢 紅娘絕對不是一個局外人 也絕對不是一個旁觀者 對於崔章這兩個人 這樣一個所謂的浪漫運勢 她絕對不是一個事不關己的 純粹呢只是出於一種這個熱血要去幫助 這樣的一個人物而已 其實不是 她是大力參與 而且呢她甚至站在主導性的地位 那麼就這麼一點 請各位要注意 有一位美國的漢學家 我後來讀到他的文章的時候 我覺得原來我心中的疑惑 人家大學者也有 而且呢他也提出跟我疑惑的一樣的看法 他根本就認為 小紅呢她真的不是一個局外人 也不是一個旁觀者 她是一個利益攸關的切身的局中人 為什麼是利益攸關呢 各位要不要想一想 崔章的這個好和 對紅娘來講有什麼好處 否則不能理解為什麼她要這麼積極 而且這麼積極真的是出於熱血嗎 你的熱血是在讓對方走入地獄去沉淪 這個我想恐怕也不能談上熱血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紅娘很無知 她不知道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她的小姐是身敗名裂 她將來簡直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喔 紅娘會無知到這種程度嗎 我想不至於 可是如果她不無知的話 她為什麼去努力積極去挫合這件事情 你看強做成就還要勾引比通行 在其中這麼的熱衷於穿梭兩者之間 而且還授予一個陌生不懷好意的男人 一種攻堅之道 難道她沒有利害考量嗎 如果有請各位想一想 她有什麼利益可圖 你們就要回到傳統社會的這個婚姻制度嘛 跟他們的這個家庭運作方式嘛 想想看在這三個人的關係裡 如果陰陰跟張生後來算是happy ending的話 張生並沒有拋棄陰陰的話 當然事實不是這樣 而且百分之八九十也不會這樣對不對 所以你等於要賭那百分之一的這個可能性 好吧萬一那個百分之一真的實踐了 然後張生呢也這個取了這個崔陰陰 那麼你認為紅娘有什麼好處 他可以嫁過去是不是類似於王熙鳳身邊的誰啊 平兒 你是不是就可以扶為妾對不對 做姨娘做房裡人 是不是都比一般的丫頭身分更高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我們幾乎都可以推論出來的 而如果萬一不成的話呢 他現在這樣的強挫成啊 到最後呢我們就果然看到了 陳世美果然地帶都有很多對不對 然後張生他既然一開始就是所謂的始亂嘛 後來就中棄嘛 這個陰陰也是一眼就已經這個下了一個預言 而且果然一語重地 那陰陰如果很不幸的 在一個很大的比例上也果然呢 最後是被拋棄 你們認為紅娘會有什麼損失? 不會 真正的受害者 真正處在最脆弱地位的人 其實是翠茵茵 紅娘她始終基本上呢都是安全無餘 只有好處可圖 在這樣的一個現實之下 我們真的不得不懷疑 紅娘恐怕並不單純 也並不是我們在戲曲小說裡面 所看到的那樣子被歌頌成為 簡直就是那個大義這個助人的 這樣的一種很正面的角色 那麼我們這樣的懷疑 並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而是你真的不要忘記 每一個人都是活在現實中的 紅紅夢並不創造一個歷史 或社會真空的愛情神話 她非常清楚地告訴你 你在那個社會當中 你的任何活動包含愛情 都是在那個制度在那個環境裡面 各種複雜的因素整體而形成的 不可能有人回避掉社會的這個的處境 所以當如果我們回到 當時這些人所在的空間 那你們就會發現紅娘並不簡單 也並不單純 所以我們我甚至個人感覺到 各位如果你們再去比對明清 明清比較多的一些所謂的 那個銀子宴曲就是色情小說 這已經有那個專門的學者做過研究 對那些比較真的是涉及到色情的 那個部分的那些以訴諸感官刺激 在取得市場的那個利益的 這類作品裡面呢 他們都已經發現 在仲介那麼男女雙方的 這個中間的這個角色 經常就是由丫鬟所扮演 要不然就是同仆 要不然就是鄰居 要不然就是那個歸宗的密友 因為這些人是最能夠接近 那個小姐身邊的人 那同仆當然是另當別論 是男性的那一邊 所以你會發現很奇妙啊 那個陰陰傳啊 西鄉紀 事實上他們也符合這樣子的一種套式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弘良恐怕 他扮演的比較是銀媒的角色 所以呢 這個弘良抱過的冤枕 恐怕呢隱隱約約 帶有一種色情仲介的意味 那麼這麼一來 我想這個弘良 也許我們就可以重新去思考 對這個角色的定位跟理解 那我剛剛所講的請注意 一則都是請回歸 最初產生這個人物的文本 就是陰陰傳 大家仔細再去思考 第二個 那麼對於弘良的這個 他的定位 我想我們也有這個伊維德先生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位美國漢學家 他也有一樣的看法 所以我想至少我們兩個人 是採用這樣的一個立場 那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想對於一心理意 覺得弘良就是一個 我們一般所以為的 那樣一個熱血助人的一個角色的人呢 也許一開始不大能夠接受 可是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不要抱著一個既定的成見 當大家提醒你 這裡有一個新的可能性 而且可能更符合小說文本的時候 恐怕我們該做的事情 是調整我們自己 不要忘記曹雪芹也是最先採用這個說法的 所以不只我們現代兩個學者 你看浦東寺懷骨清清楚楚 曹雪芹就在告訴你 她覺得弘良恐怕是這一樁浪漫愛情故事裡面 最敗得的一個 所以其中每一個用語 清啊 賤啊 撕啊 偷啊 勾引啊 沒有一個用字沒有一個動詞是好的意思的 所以我們也就是我和伊維德先生的這個 我們共同的看法 當然他先講到了 那或許並不為沒有根據 因為曹雪芹是最早他已經看出這一點 那因此呢 我們回到這個秦可卿的這個 整個慾望空間的這個設計 那麼紅娘抱過了冤枕 我們必須呢從整個紅樓夢的一個界定 來理解這句話 所以紅娘恐怕 並不是一個什麼熱血助人的一個好女孩啦 恐怕適得其反 那這個是我們在什麼 西子的晚過的殺青啊 還有呢這個紅娘抱過的冤枕 這兩句我們做了一點補充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喔 一步一步我們就越來越接近情色的核心 請看一下這個海棠春睡圖喔 當然他畫的就是楊貴妃的罪態 好 那這個是那個楊妃外傳裡面就有記載 好 你看當時啊 明皇登這個承香亭 那這個地點各位應該很熟悉吧 李白的清廷吊詞有沒有 承香亭北 以蘭干 那是非常美的一段帝妃的浪漫之愛喔 那麼他就召妃子 然後妃子當時呢毛久未醒 然後於是皇帝就命高麗氏 從事而服業而至就把他扶來 可是妃子啊醉氣常壯 拆痕病亂 不能再拜 你看這是不是一個 非常具有誘惑力的一種女性媚態 雖然楊貴妃不是自己裝出來的 是因為她因為喝醉 所以有那一種慵懶 有那一種反而增加她的那一種 女性的誘惑力喔 那麼所以你看她當然沒辦法 依照一般的那個君臣禮節 來拜見皇帝 那麼唐明皇就笑說 是起妃職罪爺 海棠睡衛足耳 他的就很 非常具有那一種詩意的雙關聯想 然後就說哎呀這個 眼前的貴妃不是喝醉啊 是海棠睡還沒有睡夠啊 所以你看這一對低妃 其實文藝修養都很高 處處都展現出他們那一種 帶有詩意的那一種神美品味 所以呢這兩個人之間 真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關係喔 不同於一般的那個皇帝 寵性那個婢女 就是婢是你們知道怎麼寫吧 婢是躲婢的婢下面一個女 就是被寵愛的女性 那她跟一般的女寵不一樣 明皇跟貴妃之間我認為 她們真的算是靈魂伴侶 這是非常少見的喔 那麼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好了啦 無論如何這個海棠春睡圖 圖喔無論哪一種 她都相遇了女子喔 非常雍然無力風情萬種的嬌媚 所以你看嘛 於是呢就跟什麼 這個韓章殿的那個臥榻啦 蓮豬杖還有這個沙青 冤枕全部就統合成為一個非常完整的女性 充滿誘惑力的一個慾望的一個環境 然後呢更明顯的是下面 下面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蠻限制級的喔 可是非講不可 請看 一開始不是說 勤室的房間是有那個 武則天當日禁式中射的寶鏡對不對 那那個鏡子到底是做什麼用喔 我們 唉 好 非常的為難 但是我想我們就實事求是 就來談這個曹雪芹的典故在哪裡 簡單來說 這個禁式中射的寶鏡就是一種色情裝置 這個恐怕呢 我們的社會中也看得到在很多什麼摩鐵啊 有沒有 什麼摩鐵還有什麼 我們就是讓人家短暫住宿的 三小時五小時的那一種 裡面可能就有 怎麼說呢 這個色情裝置有一個最早的源頭叫做春化 你看 這個是後人的一個考察 說春化的源起 應該是漢管川王 這個比很早 但是呢本來是用畫的 那意思應該就是繪畫上面有那種密系圖啊 這種春宮的意味 所以叫做春化 到了唐高中的時候呢就進化了 變成靜殿 就是有一座宮殿 那四面就設鏡子 然後呢 這個鏡子本身 本來沒有用作什麼樣不良的用途 可是呢到了午後 因為高中跟午後你們也知道那段歷史的關係 我們就不詳細說了 到了午後時呢是用以宣吟 那你們就知道了 就是在這個靜殿裡面 從事色情行為啦 就這麼簡單 然後那些鏡子等於都算是助性用的啦 總而言之 這個就叫做密系之能事必已 這個密系就是指男女之間的那個活動 所以在這些色情裝置的這個發展過程中 這個鏡子中的寶鏡可以說呢 就是把這個一個色情的一個意味 發展到最極致的 而這是在那個午後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可以找到這些相關的記載 那麼到了晚唐李商尼 你看他又有一首詩就叫做鏡砍 或者是唸鏡劍都可以 那麼我們根據清代的詩平家的題解 是說你看也一樣是在回應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段記載 那麼他說這是唐高中的時候午後做鏡殿 然後呢具體的做法是四壁皆安鏡 就是四壁都會安上那個大面的鏡子 這個就是白昼密系 白天宣寧的時候所使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 在秦可卿的房裡竟然設這樣的東西 你就可以清楚明白 重秦或者是重慾 這個就是秦可卿他很重要的 一個人物的形象內涵 然後呢最有意思的是呢 連這個一邊擺設的這個金盤啊 各位要注意 如果只是金盤喔 老實說啦 你根本呢還不能夠判斷 到底他是做什麼樣的一個象徵來用 然而呢請注意 他選的不是漢武帝的金銅仙人捧路盤 如果讀過李賀的金銅仙人詞漢歌的話 你們就會知道 這個是那個武帝的時候非常有名的 一個為了求仙而安置的 而創造出來一個叫做金銅仙人 那麼他有一個捧路盤 那個是要放在很高很高喔 據說還高於雲表在置雲層上面 因為這樣一來呢 他所承接的露水才不會被紅塵的這個塵埃所污染 然後那些收集出來的純淨的露水 就是漢武帝他會摻雜那個浴蟹 就是把浴磨成本 然後調那個露水每天這樣飲用 因為他認為這樣可以改變他的內在 於是呢就可以成仙 是這樣子 這個是大致上跟金銅仙人捧路盤有關的故事 然而你看秦室的房間裡也放著金盤 但是他為什麼不去選這個金銅仙人的捧路盤 選的竟然是飛燕立者舞過的金盤 這已經有一些引人遐想 因為趙飛燕的淫亂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 雖然啦雖然不要忘記 在那個《紅樓夢》裡面 趙飛燕也是林黛玉的從相之一對不對 但是那個從相當然就完全沒有這個情色遺憾 所以你還是得要一個一個很具體的來看 小說家用這樣的一個典故重點在哪裡 然而在秦室這裡 飛燕立者舞過的金盤呢 我們還不能夠判斷到底他要圖顯哪一面 然而既然他盤內乘著安禄山 直過傷了太真魯的木瓜 那這個金盤以及呢是飛燕沾染過的金盤 那確定就是有情色無遺了啦 因為安禄山跟太真的關係 後代呢有穿鑿附會一些不堪的描寫 那就是他們有私通 那私通的呢 那麼安禄山的這個手在那個楊貴妃的胸口 就留下了爪痕 那第二天當然就羞於見人嘛對不對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擺明了一個證據 那據說楊貴妃他就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把那個花黃本來是貼在額頭上裡面 改貼在胸口就等於算是遮寵 然後就這樣子希望能夠彈賽過去 沒想到呢就跟那個梅花莊一樣 創造了一時的流行 因為唐代的宮中婦女不是坦胸的嗎 坦胸的話那他花黃改貼在胸口 這真的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 所以楊貴妃一出 哇結果宮中的那個妃嫔或丫鬟 這個那個宮女全部都效法 所以於是每個人胸口都貼了花黃 這樣子了解嗎 這個是後來很有名的一個傳說 那當然呢也有一種說法是說 貴妃你看這個是都是很後來才顧會 所以這不可能是事實 你看這邊就有說啊 有另外一個典故 就是說明那個女性內衣的緣起 都是一樣啦都是用來遮醜 那所以呢你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還在用的一個成語 我們的那個社會新聞裡面還常常在用 就是講色狼有沒有 親伴女性我們就會說他是什麼 他生出了什麼 蛤不要用台灣的那個比較俗的用法 賢豬手是比較俗的啦 真的那個是比較不雅的 就字面沒那麼美喔 那事實上呢就在這個古早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好的成語 就那色狼的手就叫做 鹿山之爪 了解吧 以後情感用鹿山之爪 那後來就演變成就是紫色狼 這個的那個不安分侵犯女性的那個 所以呢無論是哪一種 無論是說改貼花黃在胸口 創造了一時的時尚流行 還是說呢他就用了什麼杜兜 發明了杜兜把那個爪痕給這個掩蓋 總而言之都是在這樣的一個後來衍生的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做見古人的 這些傳說中形成的 我必須要鄭重澄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反正後來人不是都喜歡聽八卦嗎 那古人的八卦反正呢也不會受到這個 人家到法院去控告我們這個毀謗污蔑嘛 所以呢後人真的是很容易就會 逾越一個應有的奮祭 然後就不知不覺践踏了古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應該有的行為 但是呢他已經形成一個典故了 那麼我們從這個典故來看呢 各位就可想而知 飛燕立著五過的金盤 以及盤內乘著安禄山 直過傷了太真魯的木瓜 這個確確實實呢都是在講情色 而且各位有沒有發現 直傷了楊貴妃的水果 他為什麼要選木瓜 那也是形象的聯想 這個也跟情色有關 這個我就不解釋了啦 你們應該都能夠意會 所以各位就可想而知 從他所選的那個名物 以及典故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色情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那麼我想我們簡單來說 確確實實如同這個知焰在所說的 這些什麼寶鏡啦 金盤啦 木瓜啦等等 當然是一種色辟調侃 就是用一種比喻 主要是要來表達一種象徵意義 他並不是真正的歷史中流傳下來的古董 他重點在於透過隱喻的角度 來表達一種象徵 而這個象徵是什麼呢 知焰在說的很好 他說這就是燕籍跟銀籍 非常的燕 非常的銀 而這個呢都是在整體的 這個充滿了色情裝置的慾望空間裡 直接可以呢 領會得到的 有關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這個燕籍 銀籍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這個特質 我想各位可能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這些相驗的氛圍是來自寶玉的幻想 而不是秦可欽本人的一種安排 我想這樣的一個說法呢 真的都是在維護秦可欽 所以會產生的一種推論 就好像有另外一種推論 那種推論是說秦可欽房間中的這些設備 不是他自己安排的 是被他的那個好色的公公所強迫 做那樣的安排的 那這也是我們聽過的一種說法 不過呢我覺得這兩種都不能成立 說一個女生的房間是什麼 公公強迫他去佈置的 這個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你們不要忘記那個房間 事實上是秦可欽跟誰所共有的 就是他的丈夫賈榮啊 對不對 那一個公公呢 要來去介入這個房間佈置 一方面他是完全違背 男主外女主內的這個空間阻隔啦 因為即便那個房間要怎麼安排 有意見的恐怕會是由是而不是假真 他根本上是不會涉足到這個部分的 第二個呢 我們在小說中完全沒有看到任何證據 所以我想大家愛護秦可欽的那種好意 真的是非常的珍貴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的 來看小說家是怎麼樣來做 對這個人物很複雜曲折的安排的 那麼另外那一種說是寶玉的幻想 好所以才染上了這些香艷的特質的 這樣的一種說法 老早在2003年 這你看都已經十幾年前 是一位挪威的紅學家愛浩德先生 他已經提過這樣的說法 然後你看他認為 寶玉可能是在幻夢般的狀態中 看到那些極不真實的物品的 那些物品與過去的或虛構的美女相聯繫 有沒有有趙飛燕有武則天 有什麼壽陽公主同昌公主 並且充滿情慾色彩 那寶玉呢 則是在踏入房間的那一刻 而不是睡著以後 才進入到那一種夢幻般的狀態的 因而呢他覺得在這樣的狀況下 那些物品更可能是寶玉情慾的投射 而不是可清淫蕩本質的表現 好我想這也是一個 我們現在也蠻常看到的一種說法 可是我要鄭重提醒大家幾個很嚴重的 我們真的很容易想當然耳的一種推論 首先當然是說從文本來說 寶玉進房以後呢 我們其實不大看得出來他是在迷夢狀態 這是我覺得反覆去這個仔細閱讀那段文本的時候 我覺得那些物品以及那些物品的種種特徵 應該是寶玉在很清醒的時候所看到的 那麼更重要的一點 因為我剛剛所說的寶玉進房之後 到底有沒有是在一種夢幻狀態 這個有的時候真的蠻見仁見智 反正小說怎麼讀 每個人讀到的感覺真的會不一樣 可是我下面要提供一個才是 真的大多數人都很嚴重的忽略掉的一個 知識請你們注意 不管寶玉是不是一進房之後呢 還沒有躺到床上就已經進入到夢幻的狀態 必須要注意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關鍵 那就是這時候的寶玉其實是在一種天真無邪 他完全不懂這些東西的那一種年齡 跟那一種心智的狀態 各位不要忘記 寶玉的在夢中受到警患 那麼指派兼美給予他性啟蒙 而密受雲雨之事 這件事情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是之前還是之後 當然是之後啊 這個時候寶玉根本還沒進入到夢境啊 所以呢這樣的一個安排你們知道多有意思嗎 那麼曹雪芹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事實上呢連這種身體本能啊 根本上也不完全是本能 他事實上是要後天教育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不是在後天 因為潛移默化 因為各種你自覺或不自覺的薰染 然後呢你才會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否則的話呢一般我們不可也不大會有 這方面的所謂的本能 而且本能就以我們這樣子很熟悉的 這樣一個方式出現 這才是真正符合人的這種特質的 怎麼說呢各位請看 我們下面要鄭重提醒的就在於 所謂的愛慾實際上跟愛情一樣 一個是心理的一個是這個身體的部分 這兩者一樣都不全然是出自於 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命本能 這一點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這個是我們五四以來百年以來的一種 我覺得是錯誤的認知 他們以為情慾愛情 這個都是與生俱來的人的很重要的本能 那麼承認這個本能甚至發揮這個本能 就可以讓人去確立自我找到自我 就會個體覺醒就會所謂的個人解放 所以才引發了所謂的性解放 這個都混淆在一起 但是呢這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誤會 請看美國當代的性愛大師叫做 Irving Singer 他就已經你看喔他做了研究 就發現了一個一個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省思的一個看法 他說所謂的墜入愛河 Fall in love 與其說是屬於本能的範疇 而且你與其說是什麼 與生俱來就有不用教 不學而能你就會 你與其這麼說 不如說它是屬於概念的範疇 概念就是你一定要後天學習 所以與其說是本能的偏好 或是受荷爾蒙的驅使 倒不如說它是在當時社會和藝術影響之下 而形成的某一種傾向 請各位要注意 這才是真正的客觀的事實 也就是說一個社會一個時代 他會怎麼樣去認知 或怎麼樣去產生社會中的成員 以這樣的方式去追求愛情 或者說以這樣的方式去實踐愛慾 這個真的都是那個社會的影響 所以每一個時代的對於愛的看法 或者是對於什麼歸房之內的那種這個活動 事實上是會不一樣的 而這個不一樣呢 當然最終到最後呢 都還是會有傳宗接代嘛 那這個事實上也是要經過後天的學習 我舉幾個例子給各位參考 那個是包含女性主義的一位前驅的大師 就是西蒙波娃 他在第二性這部經典裡面就有提到 他說實際上 實際上有一些女孩子 她們是在結婚當天呢 受到很嚴重的驚嚇 甚至導致心裡面的創傷 因為她不能夠接受竟然洞房花竹葉 是那個樣子懂意思嗎 那麼純潔的女孩子 甚至沒有辦法思考 怎麼會有這麼像野獸 很可怕的事情發生 以至於呢 她就發現她考察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她發現事實上呢這個原來 你去有那樣子的一個行為 那是真的要學習的 甚至你在概念上要先接受 甚至你要知道怎麼做 所以呢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傳統 我看過一些社會學的方面的研究啊 他們就發現中國古代的那種 尤其是大家族所謂的良家婦女 像紅娘這種小人兒是不受禮教規範的 所以他們會接觸的比較廣泛 我們現在說的是真的良家婦女 甚至是上層的歸秀 他們甚至是在結婚前 那麼母親才關起門來教她 告訴她說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如何如何 這真的是要教育的 他們根本懵懵懂懂完全不知道 然後所以在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知識的引導 讓他們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 那麼如果就直接進入到東房花竹葉 甚至真的對某些少女來講 反而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各位就可想而知 點點滴滴 我想我們就點到為止 但是呢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去多考察中西各方 他們對於這個這方面的相關研究 你會發現真的 這個Earling Singer所講的是對的 他真的是一個受到當代的社會 甚至是藝術的影響之下所產生的一些知識 或者是一種傾向 他根本不是本能的偏好 或者是荷爾蒙的驅使 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一樣 更何況你還把這種本能當成是每一個人都有 每一個人都一樣強烈 那這就是一個五次以來非常嚴重的錯誤的認知 所以他們在講解放的時候就會牽涉到這個 其實就反而產生了對人性的某一種扭曲跟壓迫 這個要論證的說來話長 我們現在這門課時間不夠 我只是先點到為止 那如果各位願意的話 就好好去找相關的那個研究來讀 你們就會發現這一點 所以一定要經過後天學習 這個所謂與生俱來的本能 才會真正形成這個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麼這麼一來呢 曹雪芹不是太厲害了嗎 他不是安排寶玉 是不是就是在神遊太虛幻境的時候 就接受了堅美的性啟蒙有沒有 密授云雨之術嘛 那這樣的事件就完全吻合 我們現代這位大師的一個研究成果 你就可想而知 曹月芹絕不那麼樣子的 用common sense來看待人的問題 他清清楚楚的知道 連你所謂的實色性也的這個本性本能 他事實上都是要後天學習 所以你一定要有知識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認知 然後你才會慢慢的 在社會的各種這種教導之下 然後你就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曹月芹已經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他安排了一個夢遊太虛幻境 然後呢 兼美的那個什麼密授云雨 你就可想而知 他真的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是要學習的 好 那所以呢 假如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之後呢 各位你們就可以發現 那當時的寶玉他還完全不懂 而且呢 請注意哦 他不但不懂那是怎麼回事 那麼當他在眼中所看到的這麼多 各式各樣的名物 什麼寶鏡啊 金盤啊 各位請注意這些名物哦 你把那些形容詞全部拿掉 那些描述性的那些形容詞全部拿掉 只會剩下什麼東西 鏡子嘛 還有呢 金盤嘛 那金盤裡面有木瓜嘛 對不對 然後其實就是那個臥榻 還有蓮珠杖 總共就還有什麼殺青跟冤枕對不對 跟枕頭 大概就是這六七樣東西 請問一個完全不懂的人 他看到這六七樣東西 他真的能夠看出裡面有什麼 武則天的禁士 什麼趙飛燕 又安露山這些東西嗎 不可能啊 你就算讓你們去進入秦氏的房間 你大概也不會有這麼多形容詞加上去的哦 好不好 所以呢 這些都要知識 所以各位請看 保育擁有這些有這個色情意味的相關知識 是要在什麼時候才擁有的 這一點請各位注意一下哦 你看實際上啊 保鏡 金盤 木瓜 臥榻這些 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平常一個房間裡都有的 他當然很精緻的華麗 可是你要不是有相關的知識 你根本不可能在裡面去加上這麼多的描述的形容詞哦 所以讓保育有這些相關知識的那個時間點 請各位注意是在第23回 搬進大觀園以後 好 這段講得非常清楚 那因為呢 保育進了這個大觀園是心滿意足啊 覺得哎呀人生好滿 很圓滿了 沒有什麼缺陷了 結果反而就覺得很無聊 所以你看人最好還是不要太圓滿 還是給你有一些缺陷啊 有一些挫折啊 然後你才會奮鬥啊 然後才會集中精力的活的 虎虎生風對不對 好啦 那明煙是跟在保育身邊的小絲啊 見他這樣百般聊來做也不是 讚也不是就是什麼都有了 可是就是覺得很乏味了 那所以呢他就想讓保育開心哦 他想來想去什麼東西保育都玩過了 只有一樣是保育沒有見識過的 那就是呢 書方裡面的那些禁書 那些才子佳人之類的什麼外傳 腳本等等 所以呢明煙就走到書方內 把那古經小說 並納非焰何德 武則天揚貴妃的外傳 與那傳奇腳本買了許多來 迎保育看 保育何曾見過這些書 一看見那麼就得如同得了珍寶 所以有沒有發現這裡面的四個人 他舉例的四個人就有三個人就用在 秦可卿的臥房裡 可是這些知識是要到第二十三回 保育這個時候是十二三歲 剛剛搬進大觀園沒多久 那麼所以在這之前第五回 第八回 保育進到這個秦可卿的臥室的這一段情節 他年齡更小 不對是第五回 第五回 他年齡更小 而且他完全沒有接觸過相關的知識 所以他更不可能透過他的幻想 然後在秦氏的那些平常的臥室有的物件上面 去添加這麼多形容詞 這樣你們聽得懂我的推論了吧 好 意思就是說 看到那些平常的金盤啊 卧榻啦 什麼枕頭青被 你要再加上那些相關的營宴的形容詞 那要有相關知識 可是保育有相關知識 是要一直到二十三回才有 那麼二十三回之前 他不可能會有這些知識來運用的啦 所以第五回 保育所見到的秦氏臥房裡的那些色情裝置 只能夠說那就是秦可卿的性格的投射 而這個是曹雪芹刻意設計的 這是他等於說動用他作為小說家的特權 他可以動用許多的相關的 這些知識啊物件啊形象啊 為他筆下的這些角色去呈現他們的人格特質 所以說保育其實在當時的年齡 或者是呢他的這個知識的程度 即便啊他到了生理開始發育的階段 所以後來會有所謂的那個密獸云語 可是呢那時候只是朦朧的 莫名所以的一種本能 根本上要等到後面的這個景幻的密獸 跟兼美的演練 才能夠知道有這樣的所謂的本能 因此在這樣的狀態他實在是不可能 在進入秦可卿的房間的時候呢 就進行這麼樣大膽的色情的幻想 以及為那些普通物件染上這些色情的意涵 所以我會認為與其說 這些擺設是保育的性幻想 不如說是可卿自我內在的真實展現 而這是我們小說家動用他的一個塑造人物的特權 所安排的 好這個事情各位要注意 當然啦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進一步再去做比較 那麼就算秦可卿的房間 即使不要拿來跟情色相關 他事實上也不符合賈府這種貴族世家的品味要求 我們趁這個機會來讓大家看看 到底賈府這種人家 真的是以我們所以為的那種奢靡浪費等等嗎 還是說是因為我們抱持了成見以後 我們只會在處處看到所謂的奢靡 而更嚴重的忽略小說家處處展現 賈家的這個簡樸跟他們的自我節制 所以這一點我很想借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 那麼現在我們來參考出身為瑞卿王府的那個 末代瑞卿王之子叫金濟水先生就有提到 那這個時候瑞卿王府雖然已經到了民國初年 不過呢當時還有所謂的小朝廷 那這些王府們呢還是維持著舊治 就是還是以過去的那個生活跟他們的運作方式在維繫 所以呢一定程度的反映當時的王府貴族的一個常態 那瑞卿王末代的那個瑞卿王之子的那個金濟水先生 他就說你看那個福晉 那麼是一家之主 他說呢這母親就是他的母親 房中布置淡雅暗頭成色多屬文萬 你看都是文具 那所以呢架上的圖書無非古籍 那麼由於耳濡目染 所以呢金濟水書啊 他從小對於紙筆莫驗就有了一些間別的能力 所以不像我們隨便亂寫那個大毛筆字 他們那個紙筆跟那個驗台都是講究的 所以這個要有高度的間別能力 是這樣的人家才能培養出來的 那麼以這個作為參照的話 我們來看看賈家的當家女主人 她們是怎麼樣設計她們的這個起居坐臥的空間 各位請看 榮國府的當家女主人是王夫人 那王夫人時常居坐宴席的那個正室 那是在東邊的那個三間二房 你們看一下她是怎麼描寫的 她說是臨窗大亢 上面呢鋪著星紅陽際 你看陽有那個夕陽來的 正面就設著大紅金錢蟒靠背 然後等等 然後秋香色金錢蟒 為什麼會有金錢蟒 有這些大紅色雌青金錢蟒 各位要注意就是因為他們是國公爺的後裔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有 就好像那個皇帝的相關的那個布品 上面的圖案就會是龍 是一樣的 然後你看兩邊呢就設著梅花式的陽七小雞 然後呢又設著什麼這個文王頂石柱香河 然後有什麼乳窯的美人菇 然後你看菇內就插著那個石仙的花卉 然後下面呢當然就有一些有椅子啦 有那個什麼椅搭啦 然後有腳踏然後等等 那麼還有這個明晚平花 這些呢都有 各位有沒有發現其實都非常簡單 仔細看 把那些什麼金錢蟒這樣的一個圖案拿掉之後 他其實裡面所設有的這些 無論是石仙花卉 或者是桌椅啊 或者是那個明晚彈河啊 等等這些其實都非常簡單 然後各位再看那個 他接見黛玉的另外的那個東廊三間小正房 那就更展現出一種文人風格 那應該是賈正也在這邊起居 你看正面炕上橫設著一張炕桌 那桌上就擂著書籍茶具 然後你看靠東壁呢 是設著半舊的清段靠背影枕 然後呢王夫人坐在西邊 因為東邊是男主人的位置是假正的 所以他要坐在西邊 然後呢王夫人的座位上也是半舊的 清段靠背坐入 你看都是半舊 所以呢整體看來 這才是貴族婦女真正的面貌 那更不用講 各位再想一想 紅樓幕裡面有提到他們的臥房的 你們猜猜看還有誰 好幾個嘛 在第四十回 劉姥姥不是逛大觀園有沒有 就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 透過劉姥姥的眼光 引導我們去認識 這些少女們的內在自我 都彼此各自不同 那林黛玉是不是他的肖香館 簡直是上好的書房有沒有 到處都是書 岸上有筆墨 然後各位還記得嗎 那個秋爽齋有沒有注意到 裡面是不是非常的宏大對不對 很大氣 然後呢三間屋子不曾隔斷有沒有 有大理石 大岸 然後呢有那個什麼 上面的煙雨圖 兩邊有對聯有沒有 什麼這個煙霞 顯骨骼 全食 野生牙有沒有 就是充滿了那種山林隱異 的那一種出世的那種情韻的 都跟秦可卿非常不一樣 好吧 那我們再來看 如果有人會質疑說 老師你剛剛說的一個是王夫人 她已經上了年紀五十歲了 那麼其他人都是未婚的少女 那跟秦可卿這種年輕少婦 好像呢年齡或者是身分不大一樣 所以他們有這些不同好像也蠻自然的 不能夠說是秦可卿有任何的奇特 好吧 那我們就來找一個 跟秦可卿身分年齡各方面都相當的女性 來做比較 請看那就是王熙鳳 王熙鳳是不是也大概才二十多歲嘛 對不對 跟秦可卿同樣的年齡 而且呢他們都是假家的媳婦 都是所謂的那個少婦 那麼請看小說家有唯一一次 提到那個王熙鳳的那個房間內部 這個是在第六回 劉姥姥進榮國府的那一次 裡面就有提到 你看她說在那個軟簾 門掛著軟簾 然後南窗下面就是炕 炕上有大紅毡條 然後呢靠東邊板壁 立著一個鎖子囊靠背和一個影枕 然後鋪著什麼金星綠閃段大座入 旁邊又有個雕漆的彈盒 大概這就是我找到的 描寫王熙鳳的這個房間 就僅有一次 就是這樣的一次 可是你看 單單這幾句的描寫有沒有發現 你也看不到任何跟秦可卿類似的 那個風格對不對 所以呢從這樣的角度來說 我們必須說 好我們必須說 秦可卿的這個房間 實際上他那一種很顯眼獨特的香艷風格 真的是與眾不同 那麼也必須說 這都是他的性格的一種直接的投射 非常適合 這麼多的 那就是我 這個 你